不知名的男子到年代旅游呛瞎 同一时间 观光署和越南越主航空 传出正在楼上 和年代旅游总经理林大军协商 因为林大军口口声称 包机费用已经付金 14号三台航班如期回台 却没人收到钱 第一班的回台是确定的 那明天三班的班机 其他工作已经开立嘛 直到人找上门 林大军才百口莫辩 坦诚是过年期间银行无法取款 因此没能如期付款 观光署就怕数百名台湾客 继续被丢包越南富国岛 酿成国际事件 经过协商后 由越主航空帮忙收拾烂摊 先将旅客人到再回 后续观光署也将启动行政调查 只是热心不适担旅游 第一次失信于人 确实是在2月26号支付 在地阶的部分 他们觉得是说 可能是一些认知上的一个差异 授出赖截图把过年丢包300人的责任 全推给认知误差 但负责接待越南旅行社 Winner总经理唐凯 公布合约书打脸 强调会前的日期 就定在1月30号 他是一个很喜欢玩文字游戏的人 所有的东西都是抓你的语病 你抓一个你一厢请愿的日期 我不是你的提款机 收了四五千万 请问这些钱拿到哪里去了 你付出我的钱 大过年来让八九百人陪着你这样玩 会不会怀疑我心里有一把吃 除了团费迟迟交不出来 丢包事件爆发后 年代董事长林大军强调 已经会前找地陪 车子跟饭店做紧急处理 又找越南旅行社打脸 不仅最后什么都没有 其他集团40多人 还是靠着他人道帮忙 他们什么都没做 他昨天跟客人讲说都不要付钱 中午11点半会安排车子来接 完全没有半台车 然后没有找任何的地址 也没有给任何的钱 他们自己订了餐 然后又没有房 昨天晚上就打了请我们协助 林大军的说辞跟事实 显然有很大出入 频频被戳穿 一两年代旅游的幸运 完全扫地 明星旅游团队均好 台报导